你们赚的大钱会做什么呀 买个刀 舒舒服服 过下半辈子 搞环保生意 上市 然后分拆上市 带哥来 我的上流社会做最下流的事 尽管花光所有的钱再去赚 身为香港最大毒箱 云哥的确过上了每天花天酒地的生活 毕竟他一出手就是上瘾的生意 有人说这些是毒品 我说这些是钱呐 云哥对待兄弟也十分仗义 一人分一包毫不吝啬 但此时的云哥怎么也没想到 他身边最好的两个兄弟 古仔和阿诚 竟然都是警方卧底 直到云哥在码头做完交易准备离开时 突然出现一群警察 将他们团团包围 云哥见状一声令响 冲过去 下车 开车 下车 开车 见古仔冲自己举枪 云哥还没反应过来 以为他怂了 于是一边命令司机开车 一边与古仔牛打起来 然而汽车刚开出去 司机就重在身亡 车子失控撞在前方 把古仔甩了出去 等他爬起来后 立刻往警察的方向跑 警察不许动 是自己人 云哥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 自己的好兄弟竟然是警察 想起当初自己遭人暗杀 是古仔奋不顾身 开车撞死杀手 原来此举并不是把他当兄弟 而是为了获取他信任 看着此时已经换上防弹衣 向毒贩们发起攻击的古仔 云哥既失望又愤怒 一气之下引爆了另一辆车上的炸弹 一时间无数警察葬身火海 阿诚见状从车上跳下来 想去支援警方 但因为没有表明身份 被不知情的警察一枪击中了胸口 而云哥也不知情 看到好兄弟受伤 忠意气得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救阿诚离开 古仔看见阿诚在车里 担心再次误伤 只能拦下还在开枪的警察 就知道云哥一行人逃了出去 警方的抓捕行动已失败告终 当晚阿诚被云哥带到一个私人诊所处理伤口 虽然子弹没有伤及器官 但因为失血过多 现在急需静养 云哥想拜托大夫留下照顾阿诚 却被大夫一口回绝 我最多把他放到医院的门口 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不是大街上 是医院的门口 医院门口不是大街上 原来云哥现在是香港的通缉犯 大夫不想惹祸上身 他有老婆孩子需要照顾 要求云哥放过自己 云哥虽是毒枭 但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见状不再为难 手下这是来告诉云哥 偷渡的船已经安排好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阿诚一起跑路 云哥消失后 警方在他的豪宅内 搜出整整一柜子 现金和市值三亿的毒品 还清扫了他在香港的余党 转眼之间 云哥从风光无限的毒枭 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通缉犯 只能躲在集装箱里 跟着货船偷渡到金三角 来投奔他在金三角的好兄弟卷毛 卷毛在金三角算是小有事 刘云哥在这里避难不成问题 看见阿诚身上有伤 还立刻找了当地的医生前来治疗 但因为阿诚的伤脱了太久 伤口溃烂严重 医生见一想保命的话 最好是眉毛以下截肢 阿诚一听这节玩之还能活吗 于是一把推看用意 坚决不同意截肢 看他情绪这么激动 云哥站出来给他撑腰 你看看谁在这 苏恰在这 哪个够才动你 我棒棒棒棒棒 拿着他 没人敢动你 大毒枭云哥虽然已经落魄 但对待兄弟真是没话说 阿诚不想截肢变成残疾人 云哥就为他撑腰 硬币医生在不截肢的情况下 保住阿诚的小命 然而云哥这么掏心掏肺地对待阿诚 却没想到自己这个好兄弟 其实是警方卧底 养伤期间阿诚认识了一个 名叫小玉的当地女孩 得知这附近漫山遍野都种着英俗花 家家户户都靠制作大烟为生 阿诚意识到这里毒品泛滥的程度 比他想象中更加严重 所以必须想办法跟组织取得联系 以防云哥在这里找到机会东山再起 但这个村子里连店都没有 就更别说电话了 好在阿诚从小玉嘴里打听到 周围有个集市比较繁华 便立刻让小玉带路 一路急着来到目的地 阿诚问了一圈 结果毫无收获 就在这时 小玉停在一个卖饰品的摊位前 阿诚见他感兴趣 就买了个发卡送给他 算是答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 结果说来也巧 没多久摊位前又来了一位客人 随手就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阿诚终于看见希望 偷偷摸摸顺走手机 拉着小玉离开 等我一下 阿诚立刻给同事骨仔打去电话 简单说了自己这边的情况 你现在在泰国的哪里 台北山区金三角 然而刚说没两句电话 就没电关接了 看来这是老天爷不给面子 阿诚也没办法 只能祈祷骨仔这边给了一点 骨仔挂掉电话后 立刻回到警局 向上级申请行动 而此时云哥这边也有了新计划 别看他现在为了夺警察 逃到了金三角 但依旧贼心不死 想要东山再起 看见这些向外运送大烟的车 就动了歪心思 显然要在金三角这么混乱的地方 站住脚并不容易 最重要的是要有枪 而云哥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 没钱买枪 就得另辟袭警 他从卷毛嘴里得知 现在金三角实力最强的是个姓罗的司令 他手下有上千人的武装部队 还有各种重型军火 因此在金三角横行霸道 垄断了这里的制兵产业 除他之外 谁都别想在这里造兵 谁要造兵 他他妈就干掉手 显然这个罗司令是个狠角色 以云哥现在的实力 应该尽可能绕着走 然而金三角就这么大 有时候想要也绕不开 这天晚上罗司令的部队突然闯了进来 说是隔壁村庄有人私自造兵被发现 所以马上就会有士兵前去围剿 喊话的士兵提醒他们 一会不要去隔壁村庄 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为戒 警告云哥等人 不要踩到罗司令的红线 等这些士兵走后没多久 隔壁村庄就开始炮火连天 而云哥这个聪明的小脑袋瓜 突然想到个妙招 带着兄弟们溜进隔壁战场简陋 一会儿的功夫兄弟们就人手一把一开 接着他们又溜进对方的火药库 把里面的枪支带要全扳空了 晚上整理东西时 阿诚趁机讨话 问云哥有了枪打算干什么 我不论去什么地方都在想同一件事 钱啊 云哥一心只想挣钱 但是金三角这个地方 有罗司令在上面压着 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把它搞定 既然硬刚刚不过 那就置去 云哥在罗司令运货的必经之路上 埋了一堆手雷 等车队经过时便吩咐手下扯掉引线 伴随着一声巨响 走在最前面的车被掀翻 后面的车也就困在原地 随后云哥带着兄弟们现身 与对方展开激烈交谈 如果这时候有人仔细观察阿诚 就会发现这小子一直在装模作样 实际上一枪都没开 直到罗司令的部下搬出火箭口 一炮将阿诚轰下了山坡 彻底将阿诚击诺了 一棒四路换 阿诚认真起来 简直是神枪手附体 一枪一个准 罗司令的人箭打不过 赶紧举手投降 云哥抢了这些货 但并不是要站为己有 而是要再给罗司令送回去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决定就是在送死 但实际上人心就是这样 越反常的举动越让人好奇 本来罗司令动动手指 就能再把这批货抢回来 可现在他对云哥产生了好奇 就会把他放进自己的营地 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你结了我的货 又还给我 真有趣 我要告诉您的是 罗司令还是第一次看见 有人用这种方式应聘 但不得不说云哥的这股魄力 的确打动他了 最终同意云哥加入自己阵营 而云哥也是不负重网 只要交到他手里的任务 一定干得漂漂亮亮 直到这天 他们照常向外送货 结果半路上遇上了恐怖分子 云哥将装满手榴弹的包 用力一扔 当场炸倒一片恐怖分子 云哥的兄弟们见状 立刻举枪应战 凭借强悍的战斗力 将对面这伙恐怖分子打得抱头鼠窜 带头的胖子见胖上硬插了 立刻打电话摇人 此时阿诚上车想撞开 堵在路上的这些车 为云哥等人开路 但突然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伙人 想将他撞下悬崖 万幸关键时刻阿诚从车上跳了下来 而撞他的那些人 竟然是边防警察 他们以阿诚涉嫌贩毒 唯有把人抓了 云哥等人逃出来后 立刻联系罗司令 把此事告知对方 好在罗司令在边防部队也有熟人 当即疏通关系 又把阿诚捞了出来 云哥来接他的时候说 其实是边防部队先来的小队长 为了赚外快 跟当地混混合伙打结 幸亏总司令在边防部队有人 给了两万美元的保湿金 才替嫂子就约死走了 You motherfucker 而就在几人开车回营地时 经意外于谷仔的车擦肩而过 谷仔在那次接到阿诚电话后 就动身来到泰国 但因为没有具体定位 一直耽误到现在才找到这里 云哥见状没有慌乱 吩咐手下把车开紧闹事 然而谷仔这次是有备而来 自然不会让他轻易逃脱 一脚油门将他们撞翻 无奈之下 云哥只能下车与警方展开交战 然而他们身上只带了几把手枪 不是警方的对手 于是决定分头逃跑 阿诚故意往反方向跑 示意谷仔跟过来 两人来到海边碰面 商量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谷仔表示他们来的时候 已经与泰国军方达成合作 决定先除掉罗斯令 再将云哥一行人一网打尽 今晚十一点就开始空袭 这样村寨会死很多人 我怎么待会回去救一个人 阿诚心里惦记着 曾经照顾过他的小玉 小玉没有参与贩毒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无辜的 所以阿诚决定赶在空袭之前 把他带走 晚上阿诚回到村寨 找到小玉二话没说 就拉着他走 结果一出门就撞上了云哥 云哥本来以为他被警察抓了 现在看见他安然无恙 心里十分高兴 此时距离开始空袭 只剩十分钟 阿诚本想找个借口离开 结果罗斯令突然带队赶来 控制住阿诚 还点明了阿诚的卧底身份 原来白天阿诚被边防警察抓走时 还不知道他们跟罗斯令有勾结 所以表明了自己身份 以图尽快脱身 没想到现在反而害了他 阿诚集中生智解释说 我要脱身当然要骗他们 然而罗斯令本着宁可错杀 不肯放过的原子 坚持又干掉阿诚 这下可惹恼了云哥 敢杀总司令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 空袭开始了 转眼之间村寨里炮火连天 乱成了一锅粥 罗斯令的部下开着高射机枪 与战斗机对空 结果飞机重弹坠火 导致大爆炸 罗斯令聪明 及时躲进了地下安全屋 但当部下死光后 安全屋的大门也挡不住军方的炮弹 最终罗斯令被炸死在屋内 而小鱼早被眼前的惨状 吓掉了魂 逃跑时慌不择路 不幸被导弹击中 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 看着自己唯一的牵挂 死在自己面前 阿诚内心涌现出无险悲伤 他再次神枪手附体 捡起一把机枪开始反攻 同一时间 骨仔也带着军方入场 结果遇上已经暴走的云哥 端着枪朝他一顿突突 骨仔的防弹衣为他挡下一击 接着他跳进房间 与云哥展开肉搏 骨仔身为警察 训练有素 云哥明显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制服 这时阿诚也赶了过来 要说云哥也是够一起 到现在都没有怀疑阿诚的身份 直到阿诚把枪口对准了他 这下云哥懵了 几个月前 他的好兄弟骨仔把枪口对准他 说自己是警察 这才导致他逃亡金三角 现在 他的另一个好兄弟阿诚 也说自己是警察 云哥此刻真是哭笑不得 自己最好的兄弟竟然都是警察 而他却一直没发泄 不知道该说他蠢 还是说他太重义气 眼下大批警察赶来将他包围 云哥知道自己无力回天 只能束手就擒 电影的最后 所有毒贩都被捕了 村站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阿诚就在这废墟之中 意外找到了他送小玉的那枚发甲 想到那个无辜女孩 因为一场战乱死在活海里 阿诚忍不住痛哭起来 最后他带着那枚发甲回到香港 似乎想带着那份美好的回忆 一起开启新的生活 扫读三这部电影上映于2023年 距离扫读一过去整整十年 也不知道这十年里发生了什么 导致电影剧本的质量下滑成这样 电影中最大的看点 可能就是刘庆云的演技了 两个好兄弟全是卧底 他还一直没发现 当大哥的惨成这样也是不多见 最后对于扫读三我只想说 十年 你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 电影票我已经撕了 你挑的卖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